主席各位長官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官民社區的住戶 這個家是我的批給處 本社區在102年開始 大會審議就是已經剔除了 一直到現在 所以也代表這個社區 在這個航空城的計畫中 沒有這個必要性 也沒有這個公益性 所以恨請各位委員 能夠維持原來的決議 幫我們剔除 不要再納入了 讓我們能夠好好的 平穩的過日子 不要再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而且 長榮國際 除越大園長屬戶留園區 也在2020年2月8日動工了 預計在2021年晚工 也可以造就個500個工作機會 也會帶動此區的繁榮 也讓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在家的附近 能夠多一個就業的機會 工作的機會 所以恨請各位委員 能夠維持原來的決議 而我們剔除了 再來剛剛有陳述到 中油的油管爆炸 那並非是爆炸 那是因為小偷的緣故 偷油造成的氣爆 所以我相信 中油會把安全措施做得很好的 可請各位委員 能夠體諒我們這個住戶的心 你一個Key給除 要有一個Key給除 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是我們住了二十幾年的房子 我們真的 沒有一個人生沒有一個 再一個二十年了 請各位委員能夠維持原來的審議 謝謝 謝謝 謝謝